這個是美中對抗當中的經濟策略部分 那中方這邊叫做那個極端清零 那美國這邊的話就出現一個新招 叫做半導體聯盟 那我們來解讀一下 那個封城跟清零這個事情 還有那個核酸檢測 強制性核酸檢測 那這些的話 這個表面上的理由 當然就是對抗疫情 那也相當於中國在智慧武功 就是自己把供應鏈斷裂 然後固然傷到中國自己的產業 但是也就像你說的 也會造成西方國家感受到 供應鏈斷裂的苦果 其中之一就是包括通膨會走高 就是已經走高的通膨 因為上海的清零 供應鏈的斷裂而雪上加霜 就是更嚴重 那麼這個分成五個效果 分成兩個 一個國內部分 一個國外部分 國內部分是這樣 它這個極端清零 第一個它掩蓋原來的經濟治理的失敗 疫情之前其實經濟已經在走下波 房地產危機已經出來 OK 現在加上一個極端封城以後 你無法區別 哪一部分的經濟治理失敗 是因為你原本的治理能力出問題 哪一部分又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蓋掉了 好的 第一個效果 第二個效果它在訓練上海人民的服從性 因為中共最要緊的目標就是要保黨保政權 就是維穩 維穩的話最怕老百姓起來抗議 起來造反 所以用等於是事先演練一下 我這樣子搶那個不科學不能道的政策 你服不服這樣子 訓練那個服從性 那上海如果搞定的話 那其他城市就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這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 強制性核酸檢測背後有龐大的商業利益 聽說這種營收的話 規模是什麼規模 相當於國防總預算 相當於國防總預算 對 這個核酸檢測的收入很高的 所以這個是一筆大生意 就這樣子國內的部分有三個 其他效果 國外的部分兩個 一個就是他原來不是跟俄羅斯結成那個鐵桿嗎 合作無上限 可是發現俄羅斯打得不行以後 他不敢真的去支持俄羅斯 就出一張嘴 行動不敢跟上來 因為怕被美國制裁 所以我上海封城了 我運輸物流斷裂了 我沒有辦法送東西過去你俄羅斯那邊 所以變成嘴巴上支持俄羅斯 行動上跟不上來情有可原 然後避免被美國制裁 所以他是對俄國的部分 對美國就是輸出你剛剛講的輸出通膨 因為供應鏈跟不上來嘛 然後拜登又持續經濟 需求有撐住 供給端跟不上來 當然那個供需缺口就撐在那邊嘛 容易一直持續造成通膨的壓力 所以倒打西方一把 所以他這個動態清零極端清零的話 有這個經濟上的較量這樣的味道出來 那現在我們看美國的這邊也有新招 就是這個所謂半導體聯盟 半導體聯盟的話 美國日本韓國台灣這樣的話 他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產業政策表面上 然後他的要求說如果你打台灣的話 毫無疑問這個聯盟要對中國制裁 那這個跟台積電禁運晶片給華為不一樣 這不是台灣這一家公司 而是半導體聯盟裡面的國家 美國日本韓國台灣四個國家一起行動 那不是制裁一家中國企業 是對整個中國的各行各業的企業 都全部禁運 以前是台積電接到美國的要求以後 對華為禁運 可是台積電沒有對OPPO小米禁運 是針對華為這家企業 那將來的話是對整個國家禁運 所以到時候不只是智慧手機 還有其他的3C產品 汽車業可能還有家電業 反正各種行業還有軍火 各行業用到晶片的 中國這個部分的需求都會被禁運 那這個東西有多嚴重呢 中國的那個進口最大項是晶片 大概金額比如說3500億美元左右 然後他進口石油天然氣大概1700億美元而已 一半而已 然後進口糧食農產品大概1500億美元左右 換句話說中國的最大宗進口就是晶片 如果整個國家的晶片需求被這個進口 被cut掉的話那還嚴重 哇那這個半導體聯盟這個威力要很強 這個就構成一個嚇阻的工具 所以拜登是軍事的嚇阻 宣布要會軍事介入台海的防衛 現在又可能要組織一個半導體聯盟 這個經濟上的一個嚇阻 那這個東西是因為印太經濟架構的首輪名單裡面 沒有台灣 但是美國另外跟台灣做安排 單獨處理 這叫特殊待遇 就是用半導體聯盟把台灣的產業戰略地位 凸顯出來 不只是地緣政治戰略地位 現在是產業的戰略地位 然後這樣子的結果 等於是在凸顯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價值 然後這個部分等於回過頭來要威逼震懾 中共不要對台灣做軍事冒險 那所以呢 你看印太經濟架構 本來就是為台灣良生定做 我們這麼說 如果你強調什麼 他不是一般的貿易跟投資協議 他強調的是那個戰略物資的 像晶片的供應鏈安全 網路安全技術標準 然後綠色能源 這些東西坦白講 不是一般的貿易跟投資協定 他是一個經濟議題 特別是高階經濟議題的一個研討討論 叫做經濟架構 那這個東西先開始這樣發展 以後慢慢的可能會更充實更完備 甚至於成立新的國際組織 那台灣一定要進去 因為你講晶片供應 你安全怎麼可以沒有台灣 對 講半導體 沒有台灣那還玩什麼 所以我說印太經濟架構 雖然不是只講晶片 我們承認 但是晶片是重點 對 那等 而且你供應鏈的話 從中國移出來 到東華亞或到印度的話 操盤手也是台商 對 中國的出口裡面的話 大部分是台商 對不對 所以呢 印太經濟架構 是環繞著台灣的角色來演出的 結果沒有把台灣放進去 原來美國把台灣單獨處理 但半導體聯盟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說東華亞國家那麼多 很多國家手輪名單進來 他們有什麼關鍵產業 可以跟台灣比的 沒錯 沒有 所以現在可以看出來 美國在對中共發信號 台灣是我在罩著 台灣是我的地盤 這個信號出去的話 比台灣直接手輪進去 跟其他主權國家並列 搞不好效果還更好 因為中共新制度名 美國這個動作 不把台灣列入手輪名單 而單獨處理 特殊待遇 然後凸顯半導體 這個戰略物資的角色 那這個東西對中共來講的話 這個沒有辦法應對啦 因為美國這樣做的話 針對性很強